因疫情停办两年的世界异计方城市F1大奖赛新加坡站今早开始售票 三天的主看台门票在短短6小时内售庆 接下来将开卖单日门票 主办方表示如果安全管理措施进一步放宽 不排除增售门票 本地赛车迷引起期盼的F1新加坡大奖赛重磅回归 门票上午10点开卖 不少民众一早就守在电脑屏幕前 希望能第一时间抢到门票到现场观赛 而主办方下午4点半左右就宣布 价格鉴于298元到1288元的主看台门票已全部售出 有专家表示活动大受欢迎反映本地市场情绪回暖 新加坡战的赛事是今年F1大奖赛23站全球赛事中的第17站 赛事预计在9月30号到10月2号期间 举行 举行